现在我们来画这个青椒 青椒在这个画面当中 也是经常遇到的一个物体 所以我们在这块也单独的练一下 我先起形 还是灰的 灰再去起形 你看它这个特点是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特点 属于它的高度 这个前面是结构 投影它这过来 转折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基本的特点抓住 然后开始铺色 那这个青椒铺色的时候 我们要说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它从这个上面到下面 它有什么区别呢 就比如说青椒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柱体的感觉 顶面侧面右侧 左侧右侧前面 所以我们铺色的时候 就要把这几个区域的颜色 都要考虑到 它不是一个球体 它是一个柱体 我们铺 铺色刚开始 千万不要太过于纯 稍微灰一点 太过于纯的话 它这个后面就没有办法画 所以尽量灰 纯度低一些 亮度可以高一些 加个白色 亮一些 这是亮面 注意铺的时候 用笔 好 这是一个顶面 它光线的偏顶上过来 那我们铺它左侧的灰面 你看 它响亮一些 响亮一些 它仅仅这个亮灰 它只差这么一点点 不要铺的太重 铺它的重的面 加一些橙色 这个体感你看 一定要拉开 拉开 就亮灰暗三个面 一定拉得开一些 好 这个大笔就铺到这 然后底下投影针上 好 注意它的形态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开始给它的灰 灰灰颜色 灰灰颜色调的时候呢 在这里边 在这里边调 绿呢 它有很多绿 像这些都是绿色 都可以用 这也怎么去调 把握好这个调性 比如说像这个过渡 稳一点 一笔一笔的走 不要急的想 往下面走的时候 随便变暖了 这样的话 它这个色块 它就拉开了 这种空间上的一个关系 然后这个面 往后面走的过程中 它就变灰了 变灰了 好 让它这个体感 我们能转的地方 给它跟上 比如说往左边走的过程当中 这个转折 往下面转的过程中 变灰变浅 这个形体 比较复杂 形体比较复杂 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 切记稳一些 慢一些 这个地方也有个坡 你看 一二三 这三笔它身体不一样 因为光线从左边过来 所以这边稍微深一点 右侧稍微浅一点 左侧深一点 右侧浅一点 它那个空间的关系 就能够拉开这个对笔 好 到这个程度 我就换小笔 再更小的笔来去塑造 慢下来 慢下来让它干 你不能底下还没有干 上面去画的话 它就很容易上下颜色 创入一块 就容易脏 然后给它这个 这个可以干上 这个它比较突出 都可以 好 好这个里边呢有变化 然后它的反光这个投影呢再加上一笔卡一下 卡一下这个缝隙里这个颜色 有变化 稍微投影里面的层次 稍微走一下 一笔一笔的走 不要着急 现在已经能感受到这种 物体的这种体感 这个变化 加上 越塑造了它就会越起来 越精致 它这个上面越往后面走的全是小块 这小块全是小色块 就更难画了 包括到了远处 我们这个纯度 颜色的纯度上面就要低很多 所以一般的后面就不要让人感觉到它非常的绿 就让人感觉到灰 感觉是绿就可以了 像这个灰紫的感觉 它这个后面的纯度非常低 该亮的地方稍微亮一些 好 它这个体感就压出来了 我请大家看一下 重点就是肩膀 重点就是肩膀这一块 所以我们在对这一块 一定要严格一点 每一块颜色 每一笔小颜色 它都要卡好了 它不只是这种 颜色 你还要把它这种 卡到它的结构上面去 光颜色 光颜色是不够的 还有结构 好 这个时候它基本上就卡住了 这个转折 上面再加强一下 那么 好 这个体感呢要非常的明确 现在这个画面呢 它的形体已经基本上出来了 这个地方再 低一些 低一些 然后再加这个颜色 加一些小颜色给它 变化给它跟一下 就是最前面 最前面这个地方呢 可以给它拦上一笔纯一点的颜色 尤其是这个肩膀这种小块面 这些呢就是它这个青胶上面的最精彩的地方 最精彩的地方 它画好了呢 它是个青胶基本上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后面呢 也有也有纯一点的肩膀上面 但是它整体整体比的话 它要比前面弱 弱很多 这个现在呢 它就非常的深入了 非常深入 它并不是特别的这种 纯 特别的纯 这个是它这个上面的一个 变化 这是这个上面的一样的颜色 或者是这个上面的颜色 它是有一个颜色 这种颜色 上面的颜色 的颜色 进行 一样的颜色 进行 感谢观看 好这个地方想亮一些 这个结构非常重要 这个已经画得很深入了 注意一下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最后呢 凤隙呢 勾勾点点就可以了 单体的塑造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前提是它的造型 一个是造型 一个是它的冷暖 一个是它的这个纯灰 纯灰的关系 就是颜色 颜色关系 颜色关系不能太乱 感谢观看 好,再用勾线笔缝隙点一下 缝隙点一下 基本上就出来了 一个是重的缝隙 一个是这种浅的缝隙 比如说像这个里头 再比如说这里 好,那最后呢 浅的,浅的可以勾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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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出来的高光,最后高光给它点上,高光点的时候肯定一些,肯定一些颜料厚一些,稠一些 直接就往上,因为它这个块面,铁块比较多,所以说它可能就是这块也有,不是一个高光,好几个后面,再加上它这种质感非常的明确,这个上面也会有,好,这就是这个青椒的一个单体的塑造 好,接下来我们画一个黄色的这个菜椒,它的形体和这个青椒的形体是一样的,我画的这个只是它的朝向不太一样,朝向它朝这个左边,先起形,形简单的勾一下 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呢,一定是把它当成一个几何体,几何体块去画 圆柱体 这样的一个特点 然后这个是顶面 你看它当成一个什么呢 一个面,两个面,三个面 六棱柱 当成六棱柱来去画 这样的话就相对就简单了,相对就简单多了 好,我们开始这个铺色,开始铺色 在这个铺这个颜色的时候啊,它这个亮部,首先光的从这边过来,那这上面是最亮的 上面最亮,这边的暗的,然后这边的灰的 这个关系就要搞清楚了,就好画了 上面的,该亮的,亮起来 上面的,该亮的,亮起来 亮起来 好,这边呢,它整体呢 测下去了 测下去了 你看画的稍微 笔触上可以放松一点 笔触上放松一点 然后这边呢,它就整体偏暗了 整体偏暗了 那就要用这个重色来调 首先呢,它程度不要太高 程度首先不要太高 其次呢,该重的大胆一点往下重 重的大胆一点往下重 往后面走的过程中,变灰 这是整体的这个暗部,暗部的一个色块 然后,左边,左边这个面呢,它也会受到这个色块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要等干了 下面干了再画,再画上面的颜色 复杂它容易糊掉,复杂它容易糊掉 然后头一呢,跟它跟上 好,这是投影的色块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这个灰面 给它压一下 或者是投影 这个反光呢,把它跟一下 跟上一笔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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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个底面 这是这个底面 刚开始你看画出来,它就是非常的 概括的 就是几乎是一个 很方的一个物体 很方的一个体块 这个中间那个地方呢,程度我高一点点,暖一些 好 往后面走的过程中 变弱 再往后面走呢 变灰 好 这个过度,非常重要 往后面呢,变弱了 好 这个部分跟上呢,还有这个前面 前面也跟上 它这个黄啊,既然是黄色,这种颜色它非常怕脏 怕脏 所以我们在画这种颜色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它的这种关系 冷暖的关系 或者说唇灰的关系 千万不要画脏了 你看这种体感呢,它是这样出来的 不是说一上去之后,它就有了 嗯 我们先画这个体块啊,先不管它上面的这种 先不管它上面的这种叶子呀,这些细节 先是画体块 体块都对了,那叶子那些就简单了 先画形体再画细节 这是一个塑造的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啊,先画形体再画细节 形体其实就能够反映出它的细节 如果说你 形体还没有建立起来 这个细节画的再多 它没有用的啊 它会体现不出来 好 这个时候呢,它这个 基本的这种 转折啊 基本的转折面这些都出来了 然后我再放小笔 去加它的一些小变化 还是围绕着这些颜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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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笔颜色我都要考虑它的准确性 有时候不确定的时候 你可以在它旁边先点一下 点一下看看舒服吗 如果舒服它就对了 如果不舒服呢 说明它这个颜色的深浅还是不对 所以我们要严格 要严格一些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这个形体基本上就快出来了 然后往下面反光一定要留好了 没有反光它体感出不来的 不透气 没有反光就不透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上面它有很多变化 就包括 这个该体的我们也要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最边上一定要亮起来 亮起来它才能够灰 转进去 转进去 不要太跳跃 感谢观看 就是这两个侧面一定要给它分别开 这个朝下的面跟这个朝前的面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定要区分开 好 这就是基本的这个物体的一个造型 黄嘛 它就是整个上面它颜色的变化也比较少 不会有太多的变化 好 让它干一干 干一干 我们把这个根替也加上 这个前面呢 更暖的暖一点 该暖的暖一点 那这个形体呢 现在就非常的结实了 好 再把它这个缝隙 缝隙里边呢 再卡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转折 也就是交界线 这个地方一定要卡一下 卡清晰一点 卡清晰一点 好 这下我们就等等 等等让它干了 干了之后呢 我把它这个叶子那块画上 这个亮度呢 这个缝隙里边 我再提上 提上一下 对 reci儿 好 感觉 什么 这下 感谢观看 好 这下呢 干一干 干一干呢 我们把这个 叶子也跟上 现在来加这个 里边的这个 绿的叶子 然后它这个里头呢 它都是 偏这个重一点的 背光 大面积的背光 好 这是这个窝 窝进去的部分 然后出来的部分 还比较亮 好 这下呢 好 这下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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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里头有变化 最后我再用勾线笔 把它旁边刻画一下 它这个叶子也有一个厚度 留和像这个上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菜胶 画到这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把高光的给它点一下 高光的不要忘了 非常重要的 然后最后还有它这个投影 投影的这个转折的地方再卡一下 投影就是接触地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 就这一笔它一下子它这个物体呢 跟它这个 影子的一个关系 它就能够 就能够拉开了 然后这一笔子